苗栗县政府配合客委会推动博工照护站计划 今年一共有120个站点 达到各乡镇市都有站点及数量 全国之冠的目标 同时文官局也协助福岛提案申请经费 一共有60个站点获得补助 办理客家文化及老幼同乐活动 博工照护站是客委会为了推动建构客装 博工医疗行动网 及推动火防银法照顾中心等政策 并配合卫福部长照计划 结合各县市原有的四一级长照区点执行的计划 苗栗县逐步拓展 今年共有120个站点 比去年增加了15个成果领先全台 北京政府在国际非务提防政府 共和推动的政策 其实希望将北京共用来政府 和客家做的实体议 苗栗县的经验中 共有170年 北京政府在 把数量的全国倾斗为演示 其中有差不多60个站点 提出审则 服务的部署 服务的中央部署 3147万8千亿 设行也在计划 以客家元素为基地 营造健康友善热灵的客装环境 在文官局协助辅导下 今年共有60个站点提案申请经费 获得核定300多万元 办理文化及服务价值活动 提早主要说的客家文化的发动 主要说有成千亿部署的站点 既然有客家文化的发动 广播剧务价值活动 另外就是很多老友同乐 就说他人设置 共有老同乐的发动 其实合议会就说 其实我们的北京政府 在当中论人家 其实它都有专场 就希望论人家可以提升 引发力 就打扮论人家的专场 所以论人家 文官局强调 长辈们可以说是客语活字典 博工照顾站除了提供老人家 更完善的照顾服务 更让以客语为主要沟通语言的 长辈能发挥专长 藉由他们阅历丰富的人生经验 将客语及文化向下扎根 文明镜